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闲人打趣他 问他唱的内容啊 或者是调侃着说一些玩笑 后来人们渐渐的感觉到 他唱的东西吧 好像是在预告着一些什么 慢慢的知道他的人也变多了 看到他的人就会说 瞧 那个冯阿婆又来街口唱歌了 随着村民顺口叫着叫着 后来就叫成了风阿婆 当地的一位居民说 他的父亲很小的时候亲眼见过风阿婆 风阿婆还在他们村子里住过一阵子呢 当时有几个地痞经常欺悟他 当他在庙里烧香拜佛的时候 在背后会用土块偷偷地拍他 有的时候啊 把他拍的半天才能站起来 他就说 谁拍我来着 迟早把你枪崩了 原以为这只是风阿婆气急了随口说的话 结果这些话后来都应验了 那几个少年不是被日本人用枪给打死了 就是在文革中被乱枪给射死了 据说这位风阿婆还在世的时候 她总是会不定时不定期地到外边 到人面前叨上几句 有一次 黄大爷家里的屋顶漏雨了 天晴之后 黄大爷搬着帖子准备去维修 风婆婆看到之后 对黄大爷大喊 你家不是屋顶漏雨 而是锅底在漏米 黄大爷听了之后一脸懵 虽然听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也热情地迎合着婆婆 没想到事情没多久 黄大爷就发现 自家的儿子正在偷自家的米 询问之后得知了真相 原来啊 儿子瞒着黄大爷每天在外面赌博 欠了不少赌债 执迷不悟的他 赌博了之后就偷拿家里的粮食 出去卖掉用来还赌债 或者是直接偷家里的粮食 拿去给人家抵债 这个时候黄大爷才恍然大悟 最后就想起来了疯阿婆的话 还有一年夏天 村里凤子家丢了鸡 偷鸡的是王二家的两个婚事小子 大家都知道 他们兄弟两个整天无所事事 偷鸡的事就是他们干的 只是碍于邻里间的掩面吧 谁也不好说什么 隔天一早 那位疯阿婆就到王二家的门前 边哭边唱 来了外勤 去了家人 因为当时人们又以为他在疯猴也没有在意 结果当天晚上 那王二家的长子就被鸡骨头给卡住喉咙了 本来卡一个鸡骨头也不是什么大事 一般吃几口煮红薯也就咽下去了 谁知道偏就是这几口煮红薯 愣是把一个活人给噎死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 疯阿婆说的外勤就是只从外面偷来的家勤 这事之后 人们对于疯阿婆唱的顺口溜就越来越关注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意识到 疯阿婆唱的东西好像都是在预告着一些什么 而且都一一实现了 比如说疯阿婆会唱到 花钱没有眼 抽烟没有杆 穿鞋没有脸 过去我们花的钱是带眼的铜钱 用烟杆 烟袋来抽烟 穿自家缝的布鞋 但是现在用纸币抽烟卷 穿的鞋样式也是有很多 疯阿婆还说过 盖屋不用剁 媳妇使着婆 盖房不用粮 媳妇当亲娘 千年的古道走成河 千年的媳妇熬成婆 房垛是过去盖房子的时候两根柱子之间的大横梁 可是现在的房屋已经很少出现房垛和房梁了 疯阿婆还说过很多已经实现的预言 比如说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大寺盖学堂 怎么拆的怎么盖上 民国时期曾经拆寺院盖学校 但是如今很多的寺庙都被列为了历史遗迹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不少被拆毁的寺庙又被重新修复了 今天要和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 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普瑞唐玄宝黑身 身被称为捕王之王 百草之王 平衡人体的免疫力 对抗病毒 抗癌 防感冒 造血 稳定血压等等 身的好处太多了 一时也说不完 普瑞唐玄宝黑身 就是一款老少皆宜的身饮品 他们采用的是韩国优质的六年根高粒身 制作方法是400年的手工骨法 营养吸收率是一般红身的6倍 白身的16倍 那对于学生 上班族来说 玄宝黑身可以帮助您缓解疲劳 补充元气 滋润五脏六腑 每天只服用一袋就可以了 如果说是给手术后 需要康复的老年人或者是患者 那么专家是建议一次服用一袋一天两次 这款饮品有助于身体的康复 也可以延年益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使用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FY2024就是扶阳2024的意思 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 日头东落火把举起 君臣颠倒无梁无敏 这是说在抗日战争中会于中国东面的日本战败了 火把举起是说 中共在日本战败之后 同国民政府展开内战 国民政府被颠覆 中共窜取了政权 无梁无米是说 中共建政之后反复的政治运动 对于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 出现了大饥荒等人间惨剧 因为封阿婆唱这话的时间是在上世纪20年代 而所说的事件是发生在四五十年代的 所以现在看来 她的话似乎都得到了验证 这就让她变得更加神秘起来 封阿婆过世之后 人们才渐渐的意识到 她可能不是真的疯了 而是民间修炼的真人 用风言风语 动画着一方水土善良的人们 更神奇的是 有一些封阿婆的话 其实是预言了 未来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 而这些预言 竟然和其他的一些著名历史预言 是相吻合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预言有很多 这些预言几乎都谈到了 人类交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在持续多年的大灾难中 世界充满了战乱 天火 以及大瘟疫等等 这一切对于人类生命的毁灭程度 是惨烈无比的 不仅如此 所有这些预言都提到了 这场大灾难的发生时间 就是在大灾难发生之前 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 是中共政权 而且伴随着中共政权的结束 大灾难即将降临人间 红花满园落 黄花遍地开 红花指的是中共 红花落欲指中共灭亡 满园落隐喻 中共灭亡即将伴随着 生命损失惨烈的大灾难 在东方的宗教传统中 用金黄色象征佛法 黄花色则金黄 这里说的应该就是佛法 所以这句可能是在说 中共灭亡伴随着大的灾难 之后佛法将辉煌于人间 而下面说的这四句 则是在告诫善良的人们 人们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也可以说是大劫难 尸骨成山 血流成河 敲了又敲 逃了又逃 粗罗筛细罗胆 剩下的是活神仙 好人在树间也死不了 坏人钻老鼠窟窿 也跑不了 粗罗筛了细罗胆 十人就有九人死 剩下一人当神仙 其中最后两句 和韩国著名的预言 《格安一路》中说的 十户难胜一 以及中国明朝刘伯温的 《泰白山碑文》中预言的 贫者一万胜一千 负者一万胜二三 惊人的一致 而至于保定封阿婆留下的 最后两句称语 则是网络上讨论声量最高的 也是来自于我们许多人 都感同身受的一件事 有相当多的人觉得 这是在暗示 人类会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 甚至极有可能会造成 久久难以消散的 瘟疫大流行事件 会导致许多无辜的人 都失去了生命 能够坚持活下来的 都是神仙人物 不过坏人钻了老鼠洞也跑不了 好人躲在树间也不会死 不得不承认 这些衬语似乎都被应验了 可以说从2019年开始 全世界的人都在遭受一场苦难 这种突如其来的全球奇灾 带走了太多人的生命 直到现在 我们反观世界各国 被疫情席卷肆虐的灾难 已依然没有落幕 我们刚刚说的这位疯阿婆的故事 是发生在一个 中国河北三四十年代的故事 下面我们还要说一个故事 故事同样发生在河北 也是真实的 只不过时间距离现在更近一些 在河北省宝定市 来水县新庄头村 有一位老夫妻 老先生叫张旺 现在两位老人都已经过世了 他的老伴原来是一位看相的 有一些特异功能 比如说谁有病了 医院看不好 或者是孩子下着了什么的 大家都会请他烧香 看一个究竟 后来他就不看香了 2008年前后呢 这位老夫人常在街上哭 边哭边说 人哪 心坏了 坏事干多了 神来救你们来了 你们不听神的话呀 不知死的鬼呀 别看你们拼命地干 将来呀 人有大难呢 老天爷要收割这一批人了 我看将来呀 人死了没人埋 到处是死尸 遍地是白骨 庄家没人收 有地没人种 有房没人住 有衣没人穿 有饭没人吃 有钱没人花 一个村子 一个村子的 都空了 一栋一栋的楼房都空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老天爷呀 你老人家救救他们吧 当时人们听她这么说 都觉得她疯了 没人理她 也不信她的话 随后连着好几年 这老夫人总是在家 或在街上哭 反复地说着这些话 前几年 她在极度的遗憾 忧伤和无奈中 离开了人世 而一直到2019年 看到从中国武汉 传出来的全球大瘟疫 死了那么多人 人们才明白 老夫人的话是真的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 灾难只是开始 每当人类社会要出现一些大事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预兆 纵观历朝历代 每一个朝代 腐朽 没落 暴政横行 以至于民不聊生的时候 上天总是有异象 会降临人间 回想起这几年的瘟疫大流行 之后 2022年5月天上出现罕见的超级血月 6月14号超级月亮又现身星空 刚没几天 6月16号到19号 甚至连续出现三天的七星连珠 这种种异象 其实自古以来就有记载 天降异象是为了警示当权者 同时也警示着瘟疫四起 乱世开始 朝代即将更替 可是为什么一到王朝末年 这灾祸就总是会如此惨烈呢 古人早就留下了答案 国君无道 正气不深 天相有益 历代王朝末年都有一个共有的特点 就是朝野腐败 当一个政权 从上至下 从里到外 都已经腐败的时候 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任何的灵丹妙药 也起不到起死回生的作用 就只有等待着丧钟的响声 如果说以始为鉴 那么疫情的流行 就似乎在预示着朝代即将更替 那么两位河北风婆婆 反复油畅的劝谏预言 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做一个好人 就能避免灾祸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未解之名 我是扶摇 我们下次见 再见